安裝之後 在Python 3.6裡面 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IDLE 這一個實際上呢 這個環境是它裡面提供的一個 比較整合型的開發環境 但是比較整合 這基本上當然比剛剛的好用 可是呢 還是不好用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怎麼用 點開來之後的話 基本上它畫面 由黑的變成白的 可不可以測試可以 打一樣的東西 一樣會可以顯示出來 另外呢上面會多了一列 這個叫什麼呢 它的一個功能表列 那其中有一個你可以產生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產生一個新的專案 你可以new file 這個new file意思是說 你可以把程式怎麼樣 全部都打在裡面 然後存檔 存檔之後呢 你可以去run這個module OK 不過它的缺點是說 它 只能 以檔案的形式存在 它並不能夠幫你做 專案管理 所以 變成你可能要 建資料夾 自己要把你的那個module 放進去 甚至你的package 以後要自己放進 自己管理就對了 所以也是相當麻煩 但你可以玩玩看 比如說你可以new一個file 像剛剛如果你要打一串 要把它存起來的話 有沒有 那你可以把剛剛 有沒有 當然你可以換一下 A等於3 Enter B等於5 Enter 但你可以打其他的 數字都沒關係 abc 這個是變數名稱 自己可以取 然後呢 SAM這個名稱也是自己取的 只要不要是保留字 所有保留字 裡面它會用到一些 keyword 像什麼 for file if 有沒有常用這些關鍵字 keyword 都OK 那你a 加 b Enter 那可以嗎 free的出來 好 那你打完這些之後有沒有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可以讓你打 程式 可是它缺點是什麼 它裡面頂多就是 會有顏色變化啦 那另外行號也沒有 另外一些輔助工具也沒有 所以其實基本上 充其量就 OK 那只是說呢 他可以幫你把儲存 所以這邊你可以把save 有沒有 save之後的話 他會問你說你請問你要放哪裡 因為他就是一個python 的副檔名 所以你可以 把它放在哪裡呢 也許你就把它放在 也許在 我們一樣的路徑好了 在底下 你就 放一個什麼 叫test 然後 副檔名不用的話 你沒有加 他會是點py 就是一個python 按儲存 儲存完之後呢 你可以上面有個run run有個run module 他可以幫你run run到哪裡呢 其實就run到這邊顯示 所以你可以run OK 當然 如果你有打錯程式 他一樣會幫你run之後呢 會在這個share裡面 幫你顯示出來 有沒有 run的結果就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是變成 又更 進一步了 所以如果你比剛剛那個黑色的環境 那個test mode環境 這個應該是稍微又好一點點 只是說呢 他的缺點還是管理 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坊間 坊間書籍有提供很多的整合性環境 就是 蠻好用的 但是我的習慣 是會用 我覺得 他各方面都 穩定 而且用起來還蠻好的一個 叫Eclipse 環境 所以 待會呢 為了解決 他這個開發環境 的問題 那我們需要另外再去安裝一個叫Eclipse環境 安裝的方式 當然有一點點複雜 不過我想你安部就班 應該可以很快的就把環境 Ready起來 所以第一個 那當然相較於VBA來看 其實 VBA 完勝 為什麼 什麼事都不用做 點開來 所以像剛剛同學 點 開發環馬上可以寫 就這樣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 開場在這個地方上面那我們怎麼樣去把那個Eclipse環境建置起來 接下來的話呢請各位 一樣 在 到那個Google搜尋列裡面 輸入一個關鍵字叫Eclipse 中文應該翻譯成叫什麼 叫日時吧是不是 Eclipse E ECLI PSE Eclipse OK 日時 OK Enter一下 反正這個關鍵是 稍微記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他會到一個 Download的畫面 所以你就選擇這個Download畫面 Download Eclipse的Download 或者你可以在上面打那個 TripleW.Eclipse.OR區也OK 那在Eclipse我是覺得拿來開發那個Python 應該算是 還蠻 得心應手的 相對於其他的環境 而且 這個環境除了可以拿來開發Python之外 還可以開發 如果你對於 Java 或者是說其他語言 你也想要拿他來用的話 我覺得可以有延伸性的應用 所以把它點擊那個Eclipse Download 這個時候他會問你說你要Download哪一個版本 那我是建議 這邊 他當然有好幾 往下捲動 請各位 進到那個 這個環境裡面 請各位往下捲動 他當然有很多的 Eclipse IDE IDE是一個整合型的開發環境的意思 然後 Java EE 跟Java 我是建議 你選擇 第二個 Eclipse IDE for Java 因為這個 環境 他的 檔案最小 一一的比較大 因為他是Enterprise 就是企業裡面用 可能會包 包一些其他可能 你暫時用不到的東西 那請各位選擇 如果你的環境是Windows 因為好像有同一個Mac 你可能要選那個Mac環境 然後呢 建議是用32bit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Python是32的 對所以如果你選62 你的Python可能要是62 不然的話 會不相容 32 32 因為他這個都有分 那Python變成他是一個拼裝車 反正因為是自由軟體 其實有時候自由軟體意思是說 我不收你錢 但是 你要 自助 跟你吃自助餐一樣 有沒有 你去 我都不服務你 反正你就自己去找 在哪裡 OK 所以我們變成說 環境先Ready了 那個 我們的Python 的主程式先Ready了 然後再來開發環境 自己去找 所以點這個 但他檔案 好像有點 相對於 剛剛那個還稍微大一點 好像有100 我是建議還是解到低碟 儲存一下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把那個環境給下載 大概178Mb 好 那 這個環境下載下來之後 可能後面還要做幾件事 因為他這個環境本來是開發Java的 那你要讓他可以開發Python的話 你需要加一個外掛 所以外掛掛上去之後 他就可以變成可以開發Java 然後再來 來 開發Java之後 開發Python之後 你要再告訴他什麼 告訴他說呢 那個 你的Python的 函事庫 放在哪裡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低碟以下路徑 你就是選給他就可以了 就 完成我們的環境設施 那還算簡單啦 這個流程其實跟以前開發那個什麼 開發Android很像 手機程式設計 也是一樣 拼裝車 因為他們都只有軟體 以前開發那個你就有一個早期也是用Eclipse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先把這個Eclipse先 把它下載 一樣做解壓縮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再把 Python的那個 外掛掛上去 還有就做一些設定 這個環境就 這個環境就Ready了 我是覺得在這邊開發 他比較能夠整合 為什麼因為所有東西 包含一個專案 一個 Package 然後再來 Module 再來就是 Python檔 你就全部都在裡面就好了 也比較好管理啦 以後如果說你換一部電腦 把你的 工作環境帶過去 你又可以重新開發 你就不用說 這個檔放哪裡 放哪裡 你就亂七八糟 你會搞不清楚 OK大概是這樣 請各位先把那個 Eclipse先下載 Python Python